歡迎收看Yoke老師解題給你看 今天我要講解的是作業34的第三題 這是一個導入U字形的一個形狀的物體 然後呢它分別Vertical方向、垂直方向的質量跟Horizontal方向的質量是不一樣的 然後問我們它的Central Mass的X跟Y坐標 那其實呢這樣的問題就是第一個我們都可以把每一段個別的Central Mass先找出來 然後把它做標化 然後呢接下來再用Central Mass的公式求出來其實不難 那我們首先先回顧一下Central Mass的公式是什麼 其實這是一個加weighted的觀念、加權的觀念 所以你看哪邊比較重它就會比較靠近哪邊一點 所以公式呢 假設我有兩個物體 一個是MA、一個是MB 分別它們Central Mass的坐標是那個 XYA跟XBYB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公式 MSA加MBYB over MA加MB 就可以求出那個這整個物體Central Mass的X coordinate 好 那有這個觀念以後我們就來探討一下這一題 那這一題我們先把資訊標上去分別是 左邊Vertical的是A Horizontal是B 右邊Vertical的是C 好 那這樣有三個以後呢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 好 我們最主要就是來標這個Central Mass 那你看這個 A這個是不是X方向是0 那Y方向呢 也是往下 所以是-L 好 那B呢 你看B是在Y方向是0 在X方向是往正的方向 所以是L分之L跟0 那C呢 C跟A一樣都是Vertical方向 所以你看 好 在這個 可是它X座標呢 因為你看整根都 垂直在X軸上 所以它反而在X方向是一個L 那Y方向是-L分之L 那有這三個資訊以後我們就可以來做以下的問題啦 好 好 所以你看我們這邊就可以套進來啦 那 MA是什麼 MA是14 然後XA是什麼 XA是0 我們剛剛不是說是0嗎 那MB呢 MB是58 然後它的X軸 標是 數字乘上L分之L 那Y呢 不是 Sorry C呢 C是不是它的質量是14 加上去 對不起 加上去 然後乘上它的X Coordination是什麼是L 然後再處理它們的質量分別相加就可以了 好 好 那 Y座標也一樣 套入相關的Y的Coordination 所以MA呢 第一個是14 乘上呢 它的Y座標對Y來講 它是什麼呢 是負二分之L 因為是往下的 好 加上它的X軸 加上那個B這個的Y座標呢 是0 對不對 所以58乘以0 加上C呢 C的Y座標是14 乘上什麼呢 一樣它是往下 所以是負二分之L 然後14加58 好 這個其實是一個乘 然後加14 這樣就可以算出Y的 它的Centermax的Y座標 好 請maybe 這個 請們 為了 這個 操觸